Volue 信不信有膩 世界各國都市傳說 演員然後他演的是女鬼 隨著拍攝進行 那個演員的臉色 他就說 去拍了之後 隔天回來 床底下一落開 床單都變成了橫色 朋友她們高車過去 就聽到床旁邊很大聲的 馬上開走 隔天早上看到門上 有五個抓痕 酒店的後樓梯 竟然有一個牌位某局姑吻 完了她就下載了 讀書姑吻的照片 她的妹妹就問她哥哥說 爺爺是誰啊 沒有人啊 那她 晚上的時候 妹妹房間平常是沒有上鎖 這時候她妹妹的房間鎖住了 不管她怎麼開都沒回應 幾分鐘之後吧 她妹妹才打開那個房門 她都會說我看到了那個椰椰 發給你們藝人五千 然後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好… 好 茶禮節優勝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家好 我不要錄了… 妳就髮髒 我最愛髒髒 對 假鬼假怪啦 人家說這個 平日不做 虧心事 對 夜半敲門 心不禁 如果你在做什麼錯 OK 在夜裡 有人鎖住你的門 你不害怕 OK… 非常好 你看 他們是外國的朋友 是的 然後他們來看看 全世界各地的城市傳說 不是這樣子講 我跟你講都市傳說這種東西 講著講著本來還好 越聽越覺得 好像哪裡都有可能發生 但是有一種產品是大家都熱愛 鬼電影 今天來了兩位不得了 歡迎李信雯老師 歡迎 鍾誠 鍾誠 大家好 仲邪… 不但是人家喜歡 還拍到第三集了 這個很恐怖耶 仲邪是指那種上吊的對不對 對…送肉粽 取諧音就是一刀嘛 就是有吊起來 對 如果用送 肉粽的意思就是送那個藥匙人 送離開這樣子 對 讓他離開 安穩的離開 我那天聽一個房仲 膽子真大 他在處理的那個房子 本來委託要賣的房子 結果呢 他一直賣不出去 後來又去敲門 因為人家有鑰匙給他嘛 原來那個房東竟然在裡面就上吊 年輕人 他膽子多大你知道嗎 怎麼樣 就進去把他給抱下來 放在地上 好勇敢喔 對啊 這個事情就過了對不對 當作鬼屋這樣在賣 胸宅 胸宅 結果他就去帶一對夫妻看著他 我們都不怕 都不怕是吧 對…有人就OK啊 對 然後房仲就進去 就站在門邊 你們自己裡面看嗎 很小啦 兩個房間 一個衛浴在外面 一個在裡面進來看這樣 來看看… 看完以後 突然間就聽到那個老公 這樣 就這樣 這什麼都沒有啊 怎麼樣啊 什麼都沒有 怎麼樣嘛 後來那個 要生氣了 後來那個房仲就帶著他們夫妻 我們就往外慢慢走 走到電梯口 那個房仲看見他老公的肩膀 這裡有一個血印 好可怕 這裡有一個血印… 因為他掉在那邊 腳就踩他一下 好可怕喔 你真的中鞋啊 真的有一個血印 他能贏 那個房仲本來單才很大 就這樣 乖…你趕快坐好 我好怕這種喔 但我們為了這個中鞋3 8月20號全台上映 今天這集我們是非常認真錄 然後特別請到我小妹來現場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Olivia Olivia 你笑一下 沒有 他們就陪著我們啦 等一下我們要講鬼故事了 陳南前面幾集有演嗎 有…第一集就有 1 2 3就有演 對… 新聞演是1 2 3 我是第一次啊 第一次 對 這次才加入的 對… 演這個角色秘案很硬 八字要很重 有禁忌嗎 有禁忌 有 我們在拍的時候很多禁忌 那個現場在三峽的大爆溪 我們早上5點的通告 所以很早就要去 這一路上開車開開開 開到懷疑人生 因為那個地方剛好 那個是有點冬天啦 荒山野地 對 然後那個整個霧氣是下來的 整個霧氣下來 然後我開那個車開開開開 開到差點迷路 但是我還是到了 到那個地方之後沒有半個人 沒有半個人 右邊就是大爆溪 左邊一個停車場 我就把那個車停好 對 所以那個清淨感應的 然後後來終於有人來了 媽… 我準備要下去拍戲了 那個下面有抖 我就都化好妝了 我們在化這個妝的時候 是不能講話 而且不能回頭 我是躺在那邊畫嘛 畫好之後我是不能講話的 而且現場所有人 都不能叫我的本名 有些禁忌歸 對 要不然就會出事 因為那天戲很趕 那個白天比較短嘛 導演有點飢餓 覺得趕快過去 然後就覺得 然後那個 師傅哥 你從那邊過去 完了 我那個時候戴了那個頭罐 整個罐掉下來 掉下來我就感覺 整個人好像被電擊一樣 好像被掏空了 整個人就不太對勁 那時候我看到導演嘴巴是 所以我就… 現場一片僵住 沒有人敢講話 導演 新聞 新聞有說今天天氣會不好 對…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你覺得鬼會被騙嗎 他有這麼傻是不是 沒有辦法拗回來耶 騙不了人啦 所以只能趁機取一個名字 當時他都叫Kevin Kevin 對… 而且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還有女鬼來捉弄 什麼 捉弄誰啊 湊來 沒有啦…不算捉弄 因為有時候其實拍鬼片 角色跟你的演員 他有時候人挑那個角色 但角色也可能會來挑你 真的假的 其中有一個演員 然後他演的是女鬼 所以有一次我們 那時候剛好是回台北工作 然後回來 然後就看到他在飯店的 那個Lobby面前 就在那邊跟裡面的人 就櫃台那邊一直講 我想說他到底在爭吵什麼 因為很大聲 然後我過去就問 我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講說 因為他回到房間的時候 發現他的行李被移動過了 而且感覺有被打開的那個樣子 所以他就很生氣說 你們不可以這樣亂動 後來裡面經理也來 就說好…對不起 我們真的是很誠心誠意 跟你道歉 然後也會跟那個打掃的阿姨講說 就是千萬不可以動 裡面的任何的東西 然後後來就這樣隨著拍攝進行 然後過了大概 大概幾天之後 然後我們就看那個演員的臉色 然後因為他演的角色比較特別 因為跟鬼有關嘛 所以我們在想說 他也有可能是想要 讓自己投入在那個狀態裡面 就本來覺得沒有什麼異狀啦 對 但因為有時候 接近他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特別冷 然後雞皮疙瘩都會起來 我想說就可能就有點毛毛茵茵的 但是我們又想說他 也不想太打擾他 就一直到快殺青 接近殺青的時候 然後他才把這件事情跟我們講 他說了怎麼樣 他就說其實後來那一天 他回 就是回房間之後 結果隔天早上 他後來又發現 他的行李又被人家動過 但趴在裡面 我被路西派嚇一跳 OK… 但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後來他去拍了之後 隔天回來 然後發現 就是東西都被動過了之外 是整個行李箱是開的 然後他隨著那個行李箱去看的時候 他看到就是底下 床底下那邊有一個紅紅的 一拉開來看是他 然後他自己隱隱約約有感覺到 後面有人在 就是有影子這樣子 OK 我說你現在才跟我們講這種事情 你應該當下就要講 對啊 因為你至少換個房間或是什麼嘛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我們那時候住的時候 他就住我旁邊… 就是隔壁房而已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的狀態也不是很好 因為那時候是睡覺 我大概每半個小時就會醒來一次 每半個小時就會醒來一次 我們其實不能講睡過夜 媽媽也會考慮睡過夜對不對 沒有… 等於前一餐你不能吃太飽 要起來喝咧 對… 並沒有 因為睡覺的時間其實都是白天 OK 因為就是拍鬼片嘛 所以都是因為晚上才拍 千萬不要就是鐵齒 真的不要鐵齒 對… 對 心存恭敬 對不對 如果這裡真的有往生者出沒的話 我們過去他也是人嘛 對不對 將來我們也是鬼嘛 對不對 所以但OK的 好不好 來 直接就來 美惡大戰另外一篇竟然出現在 綜藝節目裡面 賈斯汀對上我們南下 歡迎兩位 歡迎 第一站先請賈斯汀開始 先攻 這個故事它在講我們 南卡羅來納州那邊的一座橋 橋 這個橋叫做 Cry Baby Brid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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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的故事就是說 差不多一百多到兩百年前 有一個女人 她就偷偷愛上一個男生 然後他們兩個也偷偷去約會 約會一段時間之後 難得把女的肚子搞大 這個女生跟這個男生講的時候 這個男生嚇到 她不想負責任 她就泡棄這個女人 這個女生想說那我怎麼辦 她跟父母講的時候 父母覺得說 因為那個時代很傳統 比較保守 比較傳統 比較保守 她就說你怎麼可以那麼 丟我們家庭的面子 家族的臉都被丟光了 就我不認知你這個女兒 把她竿出去 竿出去家門 是 她就過了差不多九個月 很長久的九個月 九個月 終於把這個小孩生出來 生出來之後 她還是找不到方向 不知道可以走的哪一條 我可以做 沒有未來 也沒有任何人要幫助她 好可憐喔 她就想不開 咋辦 抱著影兒到這個橋上 然後在橋 橋頭的時候 看著影兒一直哭 一直哭 但她還是很冷漠的臉 悠悠的走到橋的中間 她就把在哭泣的影兒 她為什麼不自己不跳 對 為什麼不是自己跳啊 自己跳就好了 怎麼幹嘛這樣傷害一個生命啊 丟完之後 真是的 媽媽也想不開了 她自己也跳了 好 所以才會有這個 嬰兒哭跳的故事 可愛的 然後我記得像我爸爸那個年代 他們也一直在講這個故事 說你晚上的時候 你只要開車過去這個橋的中間 停車 熄火 關燈 開床戶 你就下面聽到嬰兒的哭聲 一直哭… 然後你在那邊久了之後 你會開始聽到別的哭聲 從遠方慢慢哭過來 而且不是嬰兒 他媽媽嗎 他媽媽 會一直哭說 Where's my baby Where's my baby Where's my baby 他找小孩 然後越來越大聲 Where's my baby 不是自己丟了嗎 Where's my baby 然後一直到床邊的時候 如果他問你說 Do you know where my baby is Oh my God know your baby 就是在你的床邊 幾個朋友他們不相信這個故事 他們就開車過去半夜在那邊 停車 熄火 開窗戶 開窗戶 結果就聽到遠方一個小的哭聲 有來 聲音來了 聲音 那是什麼聲音耶 因為我們那邊動物很多 這很有可能是兔子在找他的媽媽 兔子也會哭 也會 OK 很奇怪喔 這個兔子越來越接近車子 越來越接近發現這個不是兔子 這個是人的哭聲 直到床屋旁邊很大聲的 他們嚇死了 把車子開啟馬上開走了 開往回家裡 好可怕 到我們家的時候 他們還不敢 他們不敢相信 一直跟我們講這個事情 我們剛剛真的有聽到 真的有聽到很大聲 就在我們床屋邊耶 對啊 沒有人相信 就是想說你們這些男生 是喝了什麼 吃了什麼 抽了什麼才有這樣 是有幻想 你自己也學的動詞很多耶 結果 厲害 結果直到隔天早上天亮的時候 是 我們要去開車上學 我們要開門的時候 看到那個床屋這個門上 覺得是他們開車的時候 他們那個女人 想要抓進去他們的車子 反而沒有抓到 不是 還是說你們開車轉到人 對啊 你們是不是撞弱人啊 開車轉到人 然後她抓走 然後就說 停… 這個倒是不清楚 回來燒了一個人對不對 對啊 OK 好 這個故事有一點 你覺得可信度怎麼樣 有…有可能發生有事 游子儀說啦 而且橋上是最多人喜歡自殺的地方 對 不要說什麼 不要啦 珍惜生命拜託 對 珍惜生命 我們那個烏來那邊也有一些 北宜公路 918館那邊 真的夜晚拍到MV 拍完在烏來那邊 拍完回來自己開車 就紅綠燈拍到早上6點 一直拍 拍到晚上11 2點 結果呢 團家因為我留了一點縫隙嘛 留了一點縫隙 然後自己有點快要睡著這樣 我清清楚楚聽到我的旁邊 有那個聲音 我心想說如果是這種陰間的朋友 我也不要打擾他 所以我就故意不太敢睜開眼睛 閉目仰神 一直在聽他講 那個聲音這樣 要不要買玉蘭花 憲哥 要不要買玉蘭花 後來仔細聽清楚 這麼晚賣玉蘭花 那個阿婆 她剛摘新鮮的啦 妳也來的 來…換妳囉… 這個要比賽囉… 俄羅斯的都市城市 俄羅斯娃娃 好 就是摩斯科有一個地方 然後它是一個新開發區域 然後它是要蓋一個醫院 那時候是1980年 那時候還是蘇聯時代 所以說他們不是都喜歡 就是大的 很大型的 然後就是比如說全國最大 什麼全世界最大 看起來很厲害的 壯觀的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在比較 對 他就是要比較 所以他也是說他要蓋這個 全國最大型的醫院 到了1985年 過了只有五年的 他就突然拼弓了 為什麼 對 然後就是這個蘇聯的政府 他們宣布說資金不夠 這是第一個原因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說 附近就是好像是有河流 所以就是那個地下 全部都是一直沿水 然後好像完全沒辦法 蓋進這個情況 OK 真的懸不聽功 可是傳說是這個大型的醫院 它不是真的醫院 地下室還在 然後根本沒有沿水 地下室是秘密的 實驗室 實驗室 對 因為蘇聯其實有很多這樣子的故事 辦一些 做一些 就是奇奇怪的很瘋狂的實驗 OK 像是什麼 換腦 換腦手術 換腦手術 好 然後還有 做一些人體實驗 對 都是那些不人道又違法的 對 都是違法的 還做了這個水面實驗 就是讓人家一直不睡覺好幾天 這個好像是全世界都… 滿有名的 滿有名的 看它會不會會怎麼樣 會發瘋嗎 還是會死掉呢 對… 都是做了這種很瘋狂的實驗 後來1991年蘇聯就解體了 這個醫院就是變那種 就是別人砲棄的一個地方 所以就是那種很奇怪的人 都會去那邊玩 去探險 對 就第一個是探險 Eason就會去那裡做節目 對 像是這種 然後第二種的就是那些什麼 山灘教 沙灘教 沙灘教 心控魔鬼的那種 對 他們在那邊 辦那種什麼派對 或是做一些祭壇什麼的 然後也是有人說 他們在就是去參觀這個地方 因為很好奇 他們都會聽到有哭聲 或者叫聲 或者人在求 就是救他們 後來有發生了一件事情 是上了新聞 就是有一個阿姨 牠遛狗 然後把牠放開 就在附近 因為那個地方其實在摩斯克室內 是喔 對 在市中的 對啊 所以說牠就是把那隻狗狗放開了 狗狗跑了跑就突然不見的 這個阿姨一直找她的狗 找不到 後來牠也去報警 那是跟警察一起到這個地方 就是一直找 因為就是已經沒有其他地方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這隻狗 可是牠的長相很可怕… 牠就是整個嘴巴被裂開了 然後 對 然後就是 被音樂嚇到 只是狗的部分鬼都還沒出來耶 好… 嚇死了 然後就是 來…捏… 對 牠沒有眼睛了 然後就是 對 就是嘴巴都被裂開了 這個傳說是真的 可能就是沒有可能有動物 對 拿動物來實驗 不是… 就周圍有動物 可是這個也很可怕 因為牠的四隻腳都被綁架的 所以不是動物是不是 綁起來囉 都是不是動物 就是一定是有人抓牠了 逸行哥就是滅絕 對啊 對 然後就是牠那個阿姨 覺得就是牠很困擾 牠就是真的就是很傷心 牠也想去找人 牠也想去告這些人 最後這個阿姨也死掉了 就是完全沒有原因的就死掉了 然後就是這個傳說一直傳流 然後就是大家都很不敢 靠近這個地方 而且那個地方很大 所以後來有一個賞人 然後他說他要自己捲錢 把這個院蓋掉 過了一個禮拜 這個賞人 到現在 到現在還沒找到了 好奇怪喔 所以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截至目前為止這個醫院還在 對 還在 還在 查得到喔 好 這條橋還在嗎 最近被弄掉了 因為已經老舊了 但是找資料都找得到 在那個年代裡面 基本上鐵橋居多了 對 來 兩位評審老師 他們已經在激烈討論了 這位究竟是美國朋友這邊 講得比較厲害 還是我們這個俄羅斯這邊 講得比較厲害呢 不會 不會… 好 堅持之戰 只能選一位的狀況下 給你們三秒鐘做決定 3 2 1 你選擇的是 Dasha Dasha 俄羅斯贏了 是Dasha 對… 恭喜… 他的故事 世界大戰可怕 經過冷戰時代過去之後 俄羅斯首次超越美國 兩位請休息 好 好 看那個故事 來…我們再補充一個 立社同向事件是什麼 什麼是立社… 我們受訓的那個梁山寺靶場 那個班長就會講了 在所有的心病都要注意 我們講的東西你們都要遵守 尤其是晚上 千萬不要為了捨盡求援 跑去這個旁邊去上廁所 廁所就在那邊50公尺 可是寢室旁邊5公尺 10公尺 那邊有個駁砍嘛 那個砍下面 就可以尿尿了 他就跟我們講 千萬不要做傻事 他就告訴我們 以前就是有個新兵不懂事 跑到那邊去方便 他在尿的時候 突然從下面有一個 有一個…頭顱 到他面前就 然後他看到那頭顱跟他講話 他嚇到人家 我們有三魂七魄對不對 結果他大概剩下兩魂三魄 因為他犯了禁忌 他不該在人家的那個 可能是亂杖鋼 旁邊給人家尿尿 跳一個人頭出來 而且沒講 結果 所以他在尿的當下 馬上那個頭就伸到他面前 砍著他跟他講 然後日子還是要過 正常的操課還是要操 晚上還是要站衛兵 也還站衛 結果他就下去那邊站衛兵 搞笑大概就在旁邊 這立社的銅像嘛 對 靶場 他站衛兵的時候就聽到有人 他覺得 怎麼有人在講話 我手好痠喔 我的槍在那邊放下來 我手好痠 他一聽 左右看一看 又連滾帶把牠爬會連上去了 有鬼… 班農一看 怎麼回事啊 然後他說 那個銅像會講話 銅像怎麼可能講話 其實班農其實你都知道 他不能 他不能隨便講 因為要穩定精心 結果他每天晚上睡覺 都會看到那 要尿尿那個… 那個人頭 那個冤魂 最後好像送到北投醫院 不用怕 真的 最後還這麼嚴重 再來這兩個 好的 香港的朋友 還有泰國的朋友 泰國鬼是最可怕的 泰國鬼嘛 來 香港 那我就分享一個 其實在香港也就很有名的事件 對不對 應該鬼片也看不少 香港的這個 其實香港有一個 靈異電台節目 其實他也就是做了很多年 要很多的聽眾 可以打電話上去 就分享自己 就是靈異的事件 對 所以他有一大票的忠實觀眾 其中有一次有一個 忠實觀眾他就打過去 然後就跟他分享說 我最近發現了一個新的地方 然後說是在一個 銅鑼灣酒店的後樓梯 竟然有一個牌位 然後它上面是寫著 某局孤魂 吳祖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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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個地方它其實是去 會有人去就是放一些祭品 然後去上香 但沒人知道是誰會這樣子做 然後節目主聽到之後 當然就是覺得有興趣 對 趕快去 去看看到底發生什麼回事 所以那個忠實聽眾 就帶著節目主一起去了 然後他們去到那邊之後 也有拍下一些照片這樣子 回來之後就發生了奇怪的東西 因為那一個聽眾 他之後再也沒有打上過電台 有其他聽眾可能就會問說 他人去哪裡 很久沒有見他了 對 你們上次去得怎麼樣這樣子 可是那個節目主 他們全部都不回答這個問題 找不到這個 對 這個人就好像人 就是失蹤一樣 人間蒸發 對 找不到 然後沒人願意提 而且他們就是當初拍的照片 其實也 直到這個熱潮慢慢的淡去之後 然後那個主持人才願意講說 其實我們那一次去完之後 那個觀眾 他整個人 中邪三 八月 對 二十五號 好 謝謝妳啊 中邪 然後 要不要吃肉粽 就中邪 對 然後他就常常一個人半夜的時候 就會在外面遊走 他遊走的地方就是在那一個樓梯間 他會覺得 一直有一個死去的女歌手說 要把他帶去陰間 不久之後呢 然後到後面 其實這個無主顧問的事情 其實他還有其他人也有去 就是上網有說過 有一個網友他在上網就說 我們現在不是很多人都會去 在網路上面下載一些照片嘛對不對 就很正常嘛 然後有一個網友他就下載了 這一張無主孤魂的照片 不還未的照片這樣 對 然後他就存了之後呢 他就不有他 就沒事一樣 但他有妹妹 有一次就拿他的手機在滑 滑的時候就滑到這一張照片 然後他就問他哥哥說 然後他哥哥就說 就看那個照片就覺得沒有人 哪來的爺爺 對 哪來的爺爺 他就跟他妹妹說沒有人 他說不對 在那個排位的前面 就有一個爺爺在那邊 然後他哥哥就看了很久很久 還是沒有人 真的沒有 沒有人 他就覺得他妹妹可能在開玩笑 那就不要理他 可是那那一天 他到晚上就一直覺得 有人在盯著他看的感覺 OK… 但那一個晚上的時候 他就睡覺了 睡一睡的時候 他就有那一種被壓著的感覺 完全動不了 鬼壓床 對 鬼壓床 不管他怎麼動動不了 好不容易他睜開那個眼睛 然後就看到那個爺爺 也站在他的門 他門那邊 門邊 門邊 然後他就看他一步一步的 走過來靠近自己 他心裡想說完蛋 我這次死定… 他就越來越靠近… 然後他閉上眼睛一睜開 沒事 現在好像沒事 當然… 對 他想說他放過我了 然後這時候他突然想起我妹妹 因為他妹妹不是早上 也看到那個照片嗎 他想說他趕快跑去他妹妹的房間 他妹妹房間平常是沒有上鎖的 可是這時候他妹妹的房間 然後不管他怎麼開 怎麼去拍門叫他妹妹 然後裡面都沒有那個回應 然後直到他叫了十幾分鐘之後 他妹妹才打開那個房門衝出來 就抱他哥哥說 之後他的家人就 他們有請法師 然後就有跟他們說 你們是被這個照片給殺到 所以這件事情是 就算連看了這個照片的人 其實都會滿可怕的 OK 對 有…這個 就一個樓梯 真的有這個照片 對 來… 城市傳說 好累… 香港的榜搖 好 來 再來小玉 泰國 泰國了 好 泰國很強 我可不可以 就發給你們藝人五千 然後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不行… 不行… 好累… 現在剛過癮了 是滿吸藝人耶 好累喔 不用怕 來… 1969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對夫妻 然後他買了一塊地在新賣 把它安排建成了一個花園 就是做很多 就是給大家可以去 休閒 然後很多觀光客 也可以去那邊 然後後來他想說 地那麼大 他就蓋了一個社區 只有有錢才買得起 就富人區 如果你講到這個名字 大家就知道 那個地區一定是有錢的人 有錢又有閒 妳怎麼說 什麼意思 有閒又有閒 有閒又有閒 不對嗎 好可愛喔 再講一次… 抓到鬼了吧 有…有錢又有閒 對 可以…好了…繼續… 對 結果在1977年的時候 發生一個案子 就是有一個小偷 偷進去一個 那個一個房子裡面 然後把人全部都殺光了 面 對 就是他那邊有爸爸媽媽 跟兩個小孩 全部都死光了 從那時候開始那個社區 就會開始聽到一些哭聲 笑聲或是救命 對 救命… 這種一定會聽到這個聲音 不敢了 就搬走嘛 搬走嘛 最後就剩三個房間 就是三個房子 他們想留下來的 然後有其中一個 是外國人買下來的 但是那個外國人 他通常都是在國外 不常回來 對 不常回來 但是他是請一個緬甸的傭人 平常那些村子就沒什麼人嘛 所以他們平常都會知道 是打招呼什麼的 但是有一個鄰居就覺得 什麼我好久沒有看到那個… 緬甸的小管家 對 他平常都會在院子裡面 打掃 撿樹枝那些 然後他家人就說 有啊 我有看到他晚上還是開著燈 然後就在裡面做事情啊 他原來就是沒事 應該是沒事吧 我想太多了 但是有一天他就是從下班 晚上下班回來 進過了那個緬甸那個家裡 結果他看到 真的看到那個緬甸在花園裡面 他就想說 你…你家裡好像有一個 一股臭味飄出來 你最近是生病嗎 還是什麼沒有打掃家裡啊 然後那個女生就轉頭過來 一整個臉都是血 一整個臉都是血 那個人就嚇死了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趕快去報警 結果警察來之後 大家都一樣一股臭味 就是爛臭味那種 什麼濕味 對 結果有一個警察就去那個 冰箱裡面打開之後 然後就是分屍的那個屍體 屍體在裡面那個人 頭啊 就是分屍就塞在冰箱裡面 就是後來他們就是去查了之後 才發現有一個小偷 就偷進去裡面 本來就偷險 然後就是就是把緬甸人殺死了 對 OK… 都會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就是那個社區都沒有人敢進過 但是還是會有人就是想 好喜心的人就會去那邊玩 還是一樣會看到那一些 那個人還是在打掃家裡 就盡忠職守耶 來 兩位評審老師 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1 2 3 我們選擇的是香港的鬼故事 對… 對 還有比較左鎮 對 而且還有照片 對 搞得我們都不敢看的那張照片 決戰的時刻已經來到了 進來做我們香港對唱俄羅斯 好 來 兩位 請準備 俄羅斯娃娃 來 也是摩斯科的 對 然後就是大家都知道 摩斯科地鐵非常非常深 它是全世界最深的那個 最地底下的 大概有聽說有將近200多條 鐵軌在那裡交會 對 然後就是當時 差不多要二戰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挖那個地鐵 因為那個斯達林 就是我們那時候的主席 斯達林哥 對 他那時候已經差不多遲到了 就是要被打了 所以一定要準備了 所以他就是開始挖了那個 那時候是1937年 他們找了很多就是翻範的人 下去挖 就是人自己去啃那個 對 然後就是那些就是坐牢的人 對不對… 因為他們在俗戀時代 基本上沒有什麼權利 然後因為很趕時間 所以也是很多人受傷了 也是很多人在那邊死掉了 對 就是可能那個濕透掉 還是怎麼樣子 還是互相殺了都有可能 然後因為政府覺得 這些人沒有一個明確的身分 所以也不需要就是 把他們的屍體拿起來對鞍葬 然後可能跟他們弄個墓 還是什麼的 就是直接拿走了丟在旁邊 還是甚至丟在那邊 就是反正就是都是很常人的 草草了事啦 對 所以就是這些靈魂 都還在那裡的 還有一個情況是就是 因為那時候就是蘇聯 都是很多秘密 然後他們都是不能公開嘛 所以也有一個傳說 那個地下都是有很多人 不知道的 秘密通道 通道 對 有一些通道可以到克里姆林宮 直接就是到普丁邦公室隔壁 對 然後有一些是可以到 比如說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監獄 到現在為止 很多人就是很好奇去找 然後也是很多人在那邊失蹤 因為那些路程很複雜 就是基本上就像一個迷宮 對 就是迷路啦 進去了 但是會不來 它就是有一些目前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地鐵 跟台灣的地鐵不一樣 跟台灣的街運不一樣 台灣的街運它都是先有一個門 對 就是你當等列車的時候 你不能調那個軌道 你就是一定等著嘛 然後到了之後那個門才會打開的 可是我們摩斯科沒有這個門 對 所以說 最近啊 一直以來 都是有發生很多這種 好煩喔 對 就是一直發生這種很多的故事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現在 都是有監視器嘛 對 就是有一個人很樂觀 他就是可能就聽音樂 站在那邊這樣子 然後那個車快要到的時候 被車撞到了 整個人撕掉在那邊 OK… 對 感覺是被人家推無形的那個力量 對 就是推下去的 對 看起來是很快樂 照理講不可能自殺 對 就是不可能自殺的 感覺就是完全不會有事的人那種 甚至很認真 比如說看手機的嘛 就是什麼的 還是看書嘛 然後其實他不知是有那個 監視器拍到 也有人像聽到 然後突然就是有人跳下去的 還有就是那個監視器拍到的畫面 就是人家就是站著這樣很正常 然後就是感覺他 就是也沒有自己走的嘛 因為跳也要自己走 他是真的要站這樣子 然後好像是從頭這樣跳下去的 整個壓過去 對 就是好像就是不會發生的嘛 天啊 對 然後他們還看了就是旁邊 完全沒有人 莫名其妙掉下去的 對 莫名其妙掉下去的 無形的力量的聲音對不對 是… 對 好像是有人就是在後面 這樣推著他 對 所以我小時候我只要去摩斯卡 我媽媽都說了 絕對…不能站在這個月台旁邊 一定要站得很裡面 甚至有人要推你 他可能也沒有推成功 對 不夠勁還掉不下去 對…還看到我這是掉地上這樣子 可是我自己啦 我下去那個地鐵 因為之前就度大學 每天都是下那個地鐵去學校 有的時候特別是比如說凌晨 因為我們的那個地鐵 都會開到很晚 真的都是有那種感覺 就是好像是有人在看你啊 對 還是有人在這樣 就是好像是在吹口燒啊 對啊 然後你這樣轉過去看 完全沒人 對 或者你聽到男生 對 吹口燒 可是你看旁邊 是一個阿姨啊 不可能是她 我真的覺得我也看那個阿姨 也沒有什麼事 都沒有 對啊 她就是這樣轉著啊 工作者 妳聽了聽到的 我其實有聽到嗎 對啊… 而且我那時候我記得有一次 我也是很晚很晚就是要回家嘛 然後就是因為我是坐飛機 倒了摩斯科 然後那時候就是繳不到車 好像說好坐地鐵比較快 來了… 我就是完全沒人啊 那時候臨時兩三點嘛 可是我真的有聽到有人在講話 好 我這樣看就旁邊完全沒人 然後我也分不出來她說什麼 我就真的很害怕 我就直接跟我媽媽說 媽 拜託 我要叫車 我不要站在這裡 我直接跳出去 就是有跑的 因為真的我很害怕 很害怕 太恐怖了 太死了 對啊 怎麼這樣子跑 空間的回應 對啦 因為站跟站之間 有緣的眾生 好 好 好 我要分享一下 應該在場很多人都有去過香港玩嗎 有 有 我剛從香港回來 真的 剛從香港回來 大家一定 一定會經過那個香港機場嘛 因為比較降落嘛 對 國際機場 舊的機場 新的 新的 刺辣腳 對… 刺辣 相傳其實以前那邊 就是原居民的一個墓地 墓地 我覺得就跟剛剛你說得很像 他們當時候其實要蓋機場的時候 就沒有特別的處理好 很多亡魂會在那邊漂來漂去 對 徘徊 其中一件就是有一個外籍的機師 他有一次在降落的時候 跑到上面 他就看到 怎麼那個工作人員的後面 他佔了一對拇指 謝謝… 我是被你們表情嚇得 嚇過了 嚇過了 趕著… 看吧 來這位節目做怪 好…OK 沒… 跑到 跑到上面 對 然後那個機師就覺得 很奇怪嘛 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會讓外人進來 過去的時候他就盯著他們看 那個機師就看到那個 揮手 微笑 微笑 微笑看著他 對 很像神經病 那個機師就很生氣 就下飛機就馬上去投訴 去跟工作人員講 當他們在去看那個CCTV的時候 卻發現沒有人 就是下飛機 天使去 天使去 Oh no 對 對 他們就當作那個機師是看到 就覺得他是幻覺算了 也不太累啦 對啦 什麼的 所以另外其實也有一個 發生在乘客上面 有一個搭凌晨機的乘客 他就想要去廁所嘛 那個女廁的門外就有看到 一個小孩 大概五六歲的小孩在那邊等 在那邊等 好害怕 嚇我 別怕… 好 他看到那個女生就去問那個小孩 你在這裡 你要做什麼 你在這裡幹嘛 那個小孩子就說 我還要等媽咪 可好久沒出來 她好久沒有出來 妳好不可以幫我玩 妳可以幫我找她嗎 幫我問一下 問媽媽再問她去 然後她說好 我幫妳進去問這樣子 她進去廁所裡面 她就打開第一間 沒人 她用這麼戲劇話 打開第二間 沒人 好可怕 好 打開第三間囉 裡面還是沒人 她想說廁所裡面沒有人 但她轉身要走的時候 這時候她看到鏡子裡面 她是穿紅色衣服的 她是穿紅色衣服的 OK 她從鏡子裡面看到 對 她就嚇死了 就趕快跑出來 出來的時候其實那個 小男孩也不在也就消失了 其實在機場工作的人員 他們其實都知道 真的 他們的做法就是要裝沒看到 這是最好的 有一次那個保安 她叫巡邏 巡邏那個機場 然後到那個廁所那一邊的時候 她聽到有一些很快的 跑步的聲音 當時候四處一看 沒有人 都沒有人喔 然後之後 她就慢慢再聽到 有一個拍球的聲音 她一看前面 有一個小男孩就是拍球 很快的飛過去 這時候她心裡想說 是那一對 就是拇指了 對 拇指出現了 拇指出現了 我要裝作看不到… 然後當她轉身的時候 她的耳邊就傳來一個女人說 我記得她就問我一個 我知道你看到我的喔 對 然後她嚇死了 她當下就馬上念那個 南無阿里陀佛 南無阿里陀佛這樣子 你們也是念這個 這樣子就沒事 然後所以如果 之後大家去香港機場的話 可以看一下 有一個就是廁所呢 妳可以發現一下 有個女廁的標誌 本來應該是要紅色的 但是她沒有把它換成藍色 要免得那個小朋友 把那個標誌認錯 是自己的媽媽 有喔 真的 好 來 兩位要做出決定了 對 冠軍賽 今天的第一冠軍 押金紅包五千萬 世衛講的都很精彩 對啊 但是這個俄羅斯的 可能跟我們文化什麼等等 比較不能體會到妳所有的 如果台灣的捷運 有人這樣推她是會撞到門 對 對 但我可以了解妳講的那個 古色古香 那個香港的 我覺得跟我們可能 在某些地方會比較有 太靠近了啦 對… 文化面 她講的東西也 在台灣的都市傳說也有 所以贏在文化面就對了 對 就跟日本鬼來 我們看的是很好笑 然後鬼就鬼 再來放一個飯糰 對啊 她的造型 所以今天的冠軍就是 航卡的朋友 妳的 謝謝 對啊…金銀紅包 我好虛喔 謝謝人員 我剛被嚇死了啦 對啊 很划算喔 謝謝 這個希望大家多做好事 多說好話 好 多看好電影 是的 電影縱邪三 三月二三 嚴嚴夏日啊 鬼門開囉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兩位鬼的朋友 謝謝 越看越涼 越看越冷 越看越冷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 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róoman cool 店 店